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神和万物同在 而且跟人类一样都有喜怒哀乐 爱恨无常 像是天神当中的宙斯 他贵为众神之王 但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因为他除了众才众神之间的纠纷之外 还常常会化身成美丽的公牛 或者是金色的雨滴 诱拐美女到处留情 那他很容易嫉妒的老婆 天后赫拉呢 好生气哦 常常就把这些美女变成了牺牲品 大英雄海克利斯上山下海斩妖除怪 巨人之神普罗米修斯 他偷了火来帮助人类得到幸福 可是却为自己招来了厄运 还有绝对不能够打开的潘朵拉盒子 以及看一眼 就会让人变成石头的梅杜沙之眼 还有在天空中各个星座的由来 哇哦 超级吸引人的对不对 赶快来听故事吧 阿波罗多罗多罗斯柱 小木马发行 第一篇 诸神的天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世界仍然是无边无际的混沌 在这片混沌之中 天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盖亚 把世界给隔开 分成了天还有地 然后呢 他们就生下了泰坦神族 泰坦神族一共有12个兄弟姐妹 年纪最小的克罗诺斯和瑞亚 他们两个结婚了 哎哟 兄弟姐妹可以结婚吗 小朋友因为这个是希腊神话啦 所以在神话故事里面呢 兄弟姐妹啊 亲人是可以结婚的 还可以跟动物结婚哦 好了 年纪最小的克罗诺斯和瑞亚 他们结婚了 生下了六位神奇 就是六位天神 不过呢 曾经有一个预言说 克罗诺斯会被自己的孩子给取代 他很怕这个被取代的预言会成真 所以呢 就把一个接一个生下来的小孩 统统都吞进他自己的肚子里了 他的太太也就是宙斯的妈妈 瑞亚 他好伤心哦 他很怕他最后一个小孩宙斯 也会被克罗诺斯给吞掉 所以呢 就把宙斯藏在了洞窟里 由山羊来捕育长大 宙斯长大之后 为了救他的姐姐哥哥 就故意让他的爸爸 克罗诺斯喝下了一种会呕吐的药 结果呢 爸爸就把肚子里面啊 之前吃下去的五个小孩 哗啦哗啦的通通都吐了出来 接着呢 宙斯就跟他的姐姐哥哥联手 跟父亲率领的泰坦神族展开了大战 最后呢 打赢了 取得了统治世界的权利 就变成了第一天神宙斯了 天空由宙斯来主宰 海洋呢 是由海神波赛顿掌管 冥界就是由冥王黑帝斯统治 另外还有女神 像是炉灶之神赫斯提亚 古物之神戴美特 还有婚姻之神赫拉 这些第三代的神奇 除了统治明界的黑帝斯之外 通通都是住在希腊北边的 奥林帕斯山山顶上 一座好美好璀璨的神殿里 在那里呢 没有风没有雨 而且一整天都是白天哦 景致宜人永远都是春天 后来宙斯也开始生小孩了 像是战神阿瑞斯 火与锻造之神赫费斯托斯 另外主掌智慧战争 还有仿制的女神叫做雅典娜 雅典娜比较特别 她不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的 她是从宙斯的额头蹦出来的 因为曾经有一个预言说 这个孩子雅典娜会篡夺宙斯的王位 所以呢宙斯好担心哦 就把当时怀着雅典娜的妈妈 吞进了肚子里耶 所以雅典娜才会从宙斯的头里面生出来 而且她一生出来就是全副武装穿了盔甲战袍 还有一对双胞胎的孪生兄妹 哥哥呢是光明 音乐和学问之神叫阿波罗 妹妹是狩猎与守护野兽的女神阿特密斯 他们的诞生地是位在蔚蓝大海上的一座小岛 德洛斯 宙斯还有一个小孩叫做赫尔默斯 是传令商业和盗贼之神 至于呢众神之中最美艳动人的爱情女神 阿富罗带地则是从海面上的泡沫当中诞生的 很浪漫吧 这些天神在希腊都拥有尊贵的地位 统称为奥林帕斯众神 古代的希腊人觉得世界万物当中都是有神的 比如说树啊河啊泉水海洋太阳月亮星星 统统都有神住在里面 那众神呢大多都会化身成很帅啊 或是很漂亮的人类 不过有的也会像山林之神潘 这种伴羊伴人模样的神 接下来我们要跟小朋友说的 就是这些发生在众神和人类之间 波澜壮阔的动人故事哦 传说在很久以前 巨人之神普罗米修斯 就觉得天神宙斯对人类好坏哦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因为他看到人类啊 我们只有光秃秃的皮肤 没有浓密的像动物的毛皮 所以在寒冬中呢会战斗不止好冷哦 猛兽来袭的时候也会好惊慌 活得有够凄惨 巨人之神普罗米修斯觉得 这都是因为神没有赐予人类火种的关系 普罗米修斯很同情人类 所以他就决定要到锻造之神那里偷火种 有一天锻造之神赫费斯托斯 正好离开了他的锻造厂 所以普罗米修斯就不动声色地接近火 用灯心草的心点起了火 藏在又粗又长的金当中 转身呢就从天降落到了人间哦 来到人间之后 普罗米修斯立刻就把人们召集过来 他说 看啊 我带来了能让你们幸福的东西 说完 巨人普罗米修斯就从灯心草里面取出了火种 他先点燃了枯叶 接着呢 把小树枝和高大的原木也都烧了起来了 降熊熊的大火引来了人类的围观 有的人因为第一次看到火啊 哎呦好害怕哦 也有人呢 哦 惊呼出来 木材发出的声响 熊熊的烈火 火势上方的空气受热产生了波动 这一些现象呢 把聚集在周遭的上古人类啊 哇 吓得劈劈怅 而且呢 觉得好新奇哦 火好温暖 好特别 不久之后呢 他们还闻到了香气耶 原来是树木的果实烤熟了 普罗米修斯从火焰当中取出了果实 吃了一口 向大家推荐 你们只要学会了如何用火 就能够成为仅次于神的强者 统治这个世界 要记得 绝对不能够让火熄灭啊 从此啊 人类就知道怎么样用火来煮熟食物 或者是吓退猛兽 真的就生活得更幸福了 不过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宙斯发现了 哼 能够瞒过我做出这种事的人 除了普罗米修斯 别无他人 宙斯受到普罗米修斯的欺骗 怒火中烧 所以就把普罗米修斯 用铁链绑在世界最高的山 高加索山顶了 另一方面 宙斯召见了锻造之神 赫费斯托斯 命令他要用泥土 来烧一个女性的人偶 其他的神都觉得 这个烧出来的人偶好好玩哦 就赐福给这个人偶 给了他像女神一样的美貌 魅力 还有灵巧的手 以及随机应变的交际能力啊 口才等等 给这个人偶 哎 是不是感觉很像我们 女孩子的特质 对不对 众神呢 对这个成品都感到 非常的满意 所以呢 就把这个女人偶 命名为潘朵啦 意思就是 收到所有礼物的女子 对啊 你看众神 都每一个人都给了他 很特别的祝福 很特别的礼物 那真的就是 收到了所有礼物的女人了 宙斯 还把一个小瓮交给了潘朵拉 并且呢 把他送往了遥远的人间 瓮呢 是古代一种陶瓷的一种容器 很像花瓶 口小小的 肚子大大的 古时候的人常常用来装酒 潘朵拉呢 被送到了 普罗米修斯的弟弟那里去 潘朵拉呢 也是第一位在希腊神话里面 出现的女性人类哦 好啦 普罗米修斯呢 因为很怕宙斯会报仇 所以早就已经跟他弟弟警告了 他说 宙斯一定会大发雷霆 会报复的 所以千万不能够收下任何的礼物 但是他的弟弟啊 对潘朵拉一见钟情耶 他觉得潘朵拉好美哦 忍不住呢 就娶了潘朵拉为妻 新婚的潘朵拉也很棒啊 他是一个很好的太太 他跟普罗米修斯的弟弟 两个人生活的幸福美满 不过 他一直以来都很在意一件事情 那就是宙斯送的那个瓮 他心里想 宙斯大人曾经交代 绝对不能够掀开这个瓮的盖子 可是 那他干嘛要送给我们呢 我想稍微打开一道缝 应该没关系吧 这啊就是人性 你越是跟他说不可以 他就越想做 潘朵拉呢 一开始是很克制的 努力 想要不受到诱惑 但是最后真的是受不了了 压不住他的好奇心 终于在某一天 他趁着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就打开了这个瓮的盖子 哎呀不得了了 墓里哪是什么礼物啊 是跑出了无以计数的可怕的灾难 哇 转眼之间呢 这些灾难啊 就串飞到四面八方 不见踪影了 潘朵拉下都吓死了 就立刻尖叫 并且能盖上了瓮的盖子 只剩下一个还来不及飞出去 其他的这些灾难啊 通通都飞到外头去了 得知这件事情的普罗米修斯啊 觉得好无奈哦 他叹气道 哎呀 为了人类的幸福 我好不容易才把火交给了他们 潘朵拉这么一乱 人类又陷入不幸之中了 原来宙斯在这个瓮里面放的是 猜疑 斗争 憎恨和瘟疫等等的大灾难 宙斯知道 潘朵拉的好奇心很重 一定会掀开盖子的 这样一来呢 刚刚学会用火的人类 幸福才到手 立刻又化为乌有了 宙斯的计谋得逞了 世界啊 在那个一瞬间就充满了大灾难 直到现在 这些灾难 像是猜疑啊 斗争啊 憎恨啊 还有疾病 仍然折磨着现今的人类 而话说回来呢 还好潘朵拉那个时候啊 及时地把盖子给盖起来 还有一个没有跑出来的是什么呢 原来留在瓮里面的是希望 哇 这对人类来说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哦 所以 即使是遭遇了各种的灾难 战争 不幸 还有疾病 只要拥有希望 人们都能够坚强地活下去 克服万难 小朋友 希腊神话的故事既有趣又很有寓意 对不对 它好像呢 讲了很多的事情啊 都跟现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还有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潘朵拉 这个世界第一位女性人类 她的名字也很特别 在英文单词里面呢 就借用了这个故事 而有一个谚语叫做 潘朵拉的盒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来指某一个引起了很多麻烦的举动或是事件 人家说 哎呀 千万不要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这个由来呢 就是从希腊神话里面得来的哦 小朋友是不是还对其他的希腊神话故事感到有兴趣呢 下一期我们的音响版 再继续跟大家说说有趣的希腊神话 下次见咯 拜拜 我最爱的妈妈 弯弯的眼睛啊 就像天上的月亮 抱抱抱 抱抱 抱抱 我最爱的爸爸 有力强壮的臂膀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陪我在梦里飞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